台北一名周姓妇人去年11月替丈夫举办告别式,一是进行时,见到丈夫陈姓前妻及女儿也来参加,竟然破口大骂你们都给我滚出去,还拿水瓶往他们身上丢,打伤了陈妇。 不仅如此,周富告陈妇等人涉嫌卸毒纪理罪,指控他们扰乱纪典,害告别式中断,不过台北地检署调查后认为陈妇等人并无犯意,处分不起诉,反倒是周富用水瓶砸伤陈妇,被检察官依伤害罪起诉。 据了解,广生的林姓企业家年轻时与陈妇结婚,生下一女,林南很疼爱女儿,还与女儿的国中,高中同学打成一片,就在事业蒸蒸日上后,两人不知何故离婚,林南又娶了周富为妻,但周富与丈夫的女儿似乎没有交集,不相往来。 去年11月林南此事,周富帮丈夫举办告别式,林南女儿得知后,想要见父亲最后一面,但又不敢自己一个人去,就找母亲及五名与父亲熟视的国,高中同学陪她前往参加,告别式当天,陈妇与女儿及女儿的五名同学进入会场,还刻意坐在会场的最后面的位置,但仍被眼尖的周富发现,周富不管告别式正在进行, 站起来就指着他们怒呛你们都给我滚,还拿水瓶朝一群人身上丢,刚好砸中陈妇,事后,周富认为,陈妇与女儿和五名同学,在未经邀请下擅自闯入告别式,快祭典中断,除了丈夫的女儿外,对陈妇及五名同学共六人提起刑法亵渎纪理罪的告诉,陈妇则因为被水瓶砸伤,也告周富伤害,被检开庭时,陈妇表示告别式当天, 他没有破坏祭典的进行,他只是陪女儿参加前夫的告别式,陈妇女儿的五名同学则公称,他们与陈妇女儿的父亲是忘年之交,当他们得知陈妇网生后,朱自愿一同前往陈妇灵堂上香,并未没破坏告别式的进行,至于周富被控伤害的部分,周富回答得很坦白,就是要赶他们出去,检查官 调查后认为陈妇等六人前往参加告别式,并无故意破坏祭典进行的犯译,处分不起诉,至于周富拿水瓶打伤人,则涉犯伤害罪,依法起诉,吕志明,吴佩如,台北报道更多司法新闻,请看苹果陪审团粉丝团抢当好评 请友谊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-tw.adai.ly-ml924upcsu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